现在哎T9有一波机会 他好像是把豪王架枪的那个三层楼给拔了 嗯觉得如果楼顶当时俩没有长枪的话 有可能打错快点哎零枪哎就是这个你只能埋一个对方只要抱团 这个血量确实是撑不住 队友呢哎呦这一枪错过了这一枪miss了是的是的 但是吴威是在另一个角度是把可预给击倒 你就僵硬了这686也可以打屁 哦直接换m4不跟你 55渣渣直接m4上手把G5打掉 那这样的话开局的劣势现在目前转化为优势了还行 因为从枪械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cd怎么萃希一个零术想过来搞诗啊 是的 小地书上赤希已经是慢慢走过了 哦而另一边啊边是这边12月高中 贴到的一波撞防也是贴到同样的迷宫楼 这是monster大声位拉出来给将一波洗头 哈哈没有言及哎呦 这个角度的枪线 小董打了 一杯比之前猫色子的一杯比啊对对对对对对一杯比 对对吧又是呈现这样的情况对 前两天也是前两天天路过桥 我估计是把那个桥头的防去判断成RPS 于不了 如果我们不过桥的话FCG也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你不过我怎么过啊嗯 另一边随时还没打完 对 天马在旁边打了一个 是的 终于还可以啊 我感觉天马还可以继续深入 再往里渗透一下 是的 他现在目的也是为了拿 他现在是两边的分都拿 无差别的输出 五倍也被打掉了 领土上来 吓一跳 鼠标估计都要甩飞了 这里面竟然有人 去寻找MTG的麻烦啊 两个人走个进攻正面 有问题 我MT波找薄弱点找的很好啊 小鹿判断出来这个房区 好像就一把枪在开 就直接让队友去撞那个 两个人去撞那个房区了 MTG要被蚕食了 就是被白了 哦不连 屁股后面大惊是被 小鬼给埋了一手 两只都在桥头大堂 双方一换一 做该做的事情 这把只有三楼才做该做的 小堂 路点大炮 我白罗马反击 打到小堂头部 以及这高点没被击倒很关键啊 是的 大炮先把人的分数给拿下 再次是往这个卫星星 山上去刷了 对 刚才右上角还有个信息跳出来 是牛海比去把MTG的人又给摸了 是的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也该到牛海比竞圈的时间了 结果发现这个桥头两边在打架 圈内的队伍能选择的点太多了 就算出现极限的圈形也就还好吧 大家在圈外打完了圈里面怎么样位置都过分的 天霸在几线作战 崔奇一根钉那边 然后七七跟灵树在卡悟空 是的 然后被蓝圈电脑 现在锁定了 装爆弹的话 一波欠退了七七 哇 这是远点灵树架枪 还好 对我炸的会死 二圈四十多个人了 是的 这边是把小档打掉 是的 刚才这也被补了 七七 七应该被抽残了 刚才想下车打药 在赤母山这一侧 17刚刚进圈 碰到了目前防守的DT 赤母山这一颗水雷将小鬼炸掉 侧翼的天地地 这个位置好像 17完全不知道一个侧身 直接扭杀 效率够高 哎呦 也有点骗自己 只要下车就好了 打得也很稳 往这个四面八方的枪线 把它围成一团 DT今天整 比一把打圣山那把 就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中部队伍是脱颖而出 我到了决赛圈 其实是有点难受 但是这一波天霸进圈 拿了三分雪赚 只能说完只能说不亏吧 这波 还能进圈 小补一波 是的 8 即将突破100大罐 这么一看其实没有很多啊 是 但是你想他双区的 就是击倒效率 其实并不像这个连区 这么这么高 对吧 可能击倒很多 他这只算淘汰 实际上你补的那个 是的 可能击倒挺多的 给队友报仇 嗯 可以找进去拿分的 然后击素还是被蓝圈见到 关键是烂 对 关键是点不了 没药了呀 凌素也只有绷带 烂人没什么好那个 没什么憋屈的 所以还是让凤凤 公路上公路上一堆人啊 XCG Pyro 以及DT 完全驾驶 凤凤好像 无论什么可以 走忙 将他点位给他呆了 也被熟人了 是 我飞后三场要看乡路的纠集 他给足压力啊 嗯他看起来火力 感觉已经没有什么 手雷了 把环境控制边打打土路都可以玩 环境其实在这边 就是缓一下中转一下 因为这个圈本身在三圈刷出来的时候 也是往这个西边走一点 来正面看杨阳 整体右上角这么三 这一圈还在继续的缠组 P跟FKG 这边原地一趴没打过 被团打了 这波Jakin打得好 Jakin侧面是打了两个 不等 但是 只是最后一个人啊 Pero要接管战场了 Pero有没有可能应该都开车过来的 拿车的目的是为了后续要过这条马路 别这个马路不过的话有点难打 Pero在这里 摸过别人很多次 也被摸过很多次 这对这片的地形还是比较熟的 该排的点应该都记得 是的 赶紧扛车马哥往里走 哇 这个手雷爆炸 直接在Pero脸上炸开人 这个扛着扛着人就没了 只剩下小命一个 这是史上收益最高的一颗雷 直接拿三分 这个鼠式是没想到的 而里面FTY跟天妹 好吧 正面没有打过旺子 现在天妹的阵型完全被撕舍开来了 而且许生在一个很绕后的一个位置太远了 许生的目标打一个直接补掉 那队友就肯定是救不了了一个都不要想 现在三个队友全部倒地 现在FTY现在三人暴团 到许生在他们背后200米的地方 这把前击节奏太快了 5圈21个人 这个 这是训练赛吧 打的训练赛差不多 诶 许生出枪 那这样位置已经点清楚 我一个马路干拉前两枪很准 我这个跟枪 比漏枪好像 有颠峰把练的非常多的 是的 现在他的定装造也是 我就叫他武僧 哈哈哈 有很像很形象很凶很凶 对 好 你最后 不过这个手雷太伤了 这个手雷 取身透着薄烟把旺仔给透了 强行换分 一不开车进来要跟天鹿打正面 远点郊阳房区的架枪 这周边真硬啊 是的 硬是过来给天鹿换掉两个 而且还救不了 将来在远点房区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支援到正面 匆匆在这个位置也没有办法往前抵 那的话 牛海比斯强行打出一片区域 奶奶 就盯好了 奶奶感觉有点想去正面支援 你看来回再跑 是的 奶奶在 南圈外是把龙斯哥放倒 现在天鹿再回头处理FT1 已经找到这个 你胆子是真的大 你胆子是真的大呀 雷是不是 好像 雷都出来了吗 刚才 嗯 拿出来都还好 没有把自己补掉 踩出来的同时前面就说了 就后面 从这个炮弩出来一定是围到这个土路去打的 不能太上头 你胆子就是牛海比想要踩出去还是会忌惮一下头顶上的枪劲 哎呦打的是浓烟滚滚 我 大家都是残血 都是一滴血的血量 南南这个手雷 由于匆匆血量太低了 嗯 我感觉 但是我感觉伤害估计是刚刚 但是FTA 已经过来 要去处理 牛海皮了 没人去看屁股 这波出枪 让南南倒地 现在换身 换身要主动出击 没有任何掩铁 哇 这一波 Pick 九少跟龙少 一人一个头 这人开着个爆头击谱 要进坑 坑里面有小鹿带埋着 来了 翻车了 一个背身 没问题 小鹿洗涕两分 打一枪歪下头 打一枪歪下头 徐天这大炮好准 还不是补偿的 之前萧运期是有做过模型改版 这个火烧到了 好准 这个火精准制造 这样的话把小鹿补掉 龙四哥直接回退到微信楼当中 很小一个 现在改完之后 连续的是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黑色的粗的管子 这个要找人架下 小鹿还好是已经藏起来了 这个埋位 阿伟一滴血了 被语刃给埋掉 对 六发子弹补不了 虞人要换一下弹 那刚好 哥哥是可以混到烟里的 要看虞人那边投注 两个人刚浮起来 往后退了 那这样的话 阿伟这个点是救不了了 小鹿不考虑回来吗 那边龙四哥 怎么把自己给淘汰了 小鹿把小孩给打掉 刚好感觉 我们这波好像进攻 有点鲁马 被踩死的只剩两个人了 换地吧 不能对方找一秒点 快闪了 这个强强真不给机会了 而且刚打击 第一个把他进行头部 你看上来就没了 无缘且应对 小鹿 这把RBS打这个圈 不叫人是不会吃鸡的 一定也叫人